日月聚焦星座话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四月份的星座浴室 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 分享还有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那么四月份呢 是一个超级的惊喜 或是宇宙爆炸的时刻 很多事情将会以戏剧化的方式发展 我们知道呢 其实在上半年三月底 到五月底的时候 有很多重量级的星象出现 所以四月份呢 首当其冲 会有很多的大的变化 重大事情发生 而且让人措手不及 有的时候你以为是这样 其实呢是那样 有的时候以为你只是这样 其实呢可能更多 那么为什么会造就这样状况呢 主要呢是有三个很重要的 这个星象出现 第一个呢是四月二日的水星逆行 那么四月二日到四月二十五日都是水星逆行的时候 不止如此 后面的四月九日的这个白羊座日食呢 它又汇合了这个水星 所以呢这个水逆的效应非常非常的强大 它会被整合到四月九日的日食 我们现在聊聊日食啊 日食呢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升级版的星月 星月是农历初一的时候 它有一个启动的力量 威力呢我们可以说好像这个炸弹一样的这个状况 可是日食不一样 日食是一个升级版核弹级的爆炸 所以它的启动非常强大 影响力很深远 有些人甚至会被影响到两年 就是这两年内有些事情出现 那这个日食在白羊座 那白羊座是第一个星座 又是火星掌管的星座 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个开疆辟土 做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或者是要奋斗战斗的这个状况 那么在这个战斗跟启动的这个过程里面 配合了一个水星 水星是逆行的哦 代表这个炸弹的威力 水星本来应该是往外炸的 反向往内炸 或是往一个反向的这个炸法 水腻代表的是事情很容易会有什么 拖延或者是这个暂停 或者是出错了你要修正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日食 它是在一个要启动 可是你必须要怎么样 先调整跟这个不断实验的状况之下 才能够有后续更顺利的情形 那可能后续就要等到水腻结束之后 那么我们会想到很多餐厅 它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事营运嘛对不对 或是在做研究做实验 你就会不断的这个尝试错误 找到这个比较合适或正确的答案 这个日食就有这个力量 同时这个日食也汇合了凯隆心 凯隆心具有疗愈的力量 可是凯隆心代表的是我们要有一个 我们的伤口会被疗愈 可是你要有伤口才会被疗愈啊 所以这个新月是日食 它就带有一种伤口 然后你必须要去触碰到它的痛 你必须要去检视它 然后你必须要修正它 然后你必须要去找到正确的方法 然后得到成长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 这个月份对于每个人来讲 可能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可是这个开始不是一开始就往全新的方向这个进行 它有可能是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要先去修复过去的这个状况 或是你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启动这个新的计划 它才会在后面更顺利 那么第三个呢重要的形象就是 木星跟天王星的合相 这两颗星呢 合相呢 带来很大的是一种自由解放 跟打破框架的力量 这个力量它会带来的就是 有些情势会急转直下或急转直上 而且它带有一种笃性哦 比方说呢可能这个月 这个全球的金融市场股市 会有什么样爆炸性的发展 有些人就忽然的暴富 有些人有可能忽然怎么样破产 它就是有那种富贵险中求的状况 当然也可能是什么 因为它在金牛座可能会跟我们的健康 生活方式是有关的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这一个月 很多的动能都在无法预期当中 但是好消息是呢 因为4月25日水星就顺行了 然后呢4月29日金星进入金牛座 4月30日火星进入白羊座 这些行星呢都开始进入自己顺利的状况 或者是守护的星座 事情就比较容易顺利发展 所以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在4月19日之前 事情好事多么 变来变去是正常的 请大家要特别的谨慎小心 然后从中学到就好了 那么再来呢4月19日以后到4月25日 容易有大的变化跟震荡 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有一些 生活上的征兆或讯号 你要去做风险的控管 但是在26日以后可能事情慢慢 哇这水落石出啊 真相大白啊方向明确啊 你就可以慢慢的比较往正常的方向 继续加码前进 那对于个别星座来看呢 这个月也一定是很多星座起起落落 首先来到爱情 这个月爱情运势呢 哎最强旺 好或最好的就是上升或太阳 在白羊座市座 还有射手座以及天秤座的朋友 因为4月5日到4月29日之前 代表爱情的金星都在白羊座 这个月日食又在白羊座 所以这个族群很容易在感情上面 有重要的决定交往不交往 分手不分手 结婚订婚啊 都是很容易的 特别是上升或太阳在白羊座 跟天秤座的朋友 你们桃荒非常的旺 也很适合做这个重要关系的决定 或是重要关系会出现大变化 那么四次座朋友呢 这个月很容易会有一国远距的恋情 当然你也可能 之前稳定的关系去登记结婚啦 或者是你决定啊 这个跟着你喜欢的人到国外发展也不一定 那么社友座朋友呢 这个月特别容易在玩乐娱乐当中认识对象 所以好好把握啊 这个四月份约会玩乐的机会 通常也有可能会认识比较年轻型的情人 年轻型的桃花 那么再来我们看到的是事业运 这个月呢 事业运势呢 最旺的呢 就是上身或太阳在白羊巨蟹跟事作了 那么这三个青座这个月 特别容易有出名成功升迁的机会 请你们好好把握 白羊座呢 这个月不管你是自营业 还是你在公司上班 还是你是自由工作者 那么这个月你都很容易出名 所以我觉得这个月你可以把握一下机会 掌握自己的声量 让别人看到你 通常也可能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出现 那么这一个转变不见得是在公司里面一定升迁 但是大家就是会发现你是头条人物 那么这些做朋友的这个月呢 是容易呢 你真的掌权了 你真的升迁了 或者是你在公司里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你有话语权 你在高位 也可能你被空降了 你被挖角了 你有那个步步高升的机会 请你要特别把握 甚至有可能是你觉得没有什么样的状况出现 可是你有代班 帮老板的代理主管的机会 或是有一件工作你其实蛮喜欢 一直没有机会做 最近同事请假了 你可以去做 请你不要令习这个难得尝试的机会 他可能就酝酿了一个 往上走的机会给你哦 那么事实做朋友呢 这个月很适合换工作 或者是出差啊 外派啊 往外走 或是有一些调动的情形 特别容易在这里面呢 遇到可以学的事情 或者是酝酿一个后续好的机会 比方说你可能在这个月 在外认识了一个人 可是也许下个月你发现 哇 他居然是你们公司 重要的客户的主管 也不一定哦 好 那再来呢就是 两个星座 在工作上面 也是呢 是这个月的重点 但可能 遇到的状况比较多 第一个是双子座 因为你的守护心水星在逆行 所以你可能已经有一个舞台 你要管人 你要管一件事情 可是这个月呢 可能预算出状况 同事出状况 进度出状况 或是这个群体里面 有大家不同的意见 有派系 你要一一的解决问题 它不困难 但是就是麻烦跟混杂 好 那这个混杂里面可能就辛苦 可是你必须要把它们处理好 所以这个月我觉得双子座呢 不妨多点耐心 好不好 因为它可能就是你这个月 成功的关键所在 可是天蝎座不一样 天蝎座你这个月就是要吃苦吃补 这个月真的真的很多杂事 比方说事情已经很多了 偏偏呢 你同事呢 临时请假 偏偏呢 工作里面发现错误 老板说要改 一更改 就要加班 或者是人事上有什么异动 一人当两人用 所以 杂事特别多 同事关系也比较紧张 所以我觉得这个天蝎座朋友 在这个月 可能你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 好 还有你自己的原则 掌握到那个工作的tempo 才不会把自己累死 但是 也可能在这里面 你会发现到别人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可能是公司很重要的 一个 一个 可以改善的空间的地方 再来我们聊到的是财务 这个月呢 在财务上面来讲呢 有两个心度要特别注意 就是上升或太阳带 双鱼跟处女座朋友 这个月你们的财务呢 有几个状况 第一个是 花费太多了 可能呢你有 状况就是说 一次还不完 要分期 当然就有利息了 或者是说 就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了 再来有可能是 你会发现 你要去处理很多财务的杂事 好比方说 家族的财产继承 家里的什么事情 你的过户啊 这个缴税啊 等等的事情 也可能是 跟合作伙伴 公司同事 客户之间 一下订单取消 一下要加码 要减码 或者是要这个 本来要投资你的钱不来了 或是本来已经投资你的钱 要拿回去了 这些很多的杂事 在钱的上面 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特别是这个月呢 绝大多数的时间 应该是前半段啦 土星跟火星又在 这个双鱼座合相 所以你们要特别注意 自己的健康 好我觉得慢慢来 事缓则缘 那钱的部分 不要太轻忽 那再来呢 是三个没有讲到的星座 分别是呢 第一个 前半个月都在休息的金牛座 金牛座呢 运势会在19日以后开始 渐入家境步步高升 前半个月呢 你只有两种状况 一个呢是你当阴阴美带子 可以休息玩乐 可以享受生活 另外一个 其实你也没闲着 只是你在幕后做准备 做支持做服务 后面才会爆发出来 所以我觉得前半段 也是一个不错的 稍微休息 养精蓄锐的时候 那么 摩羯座呢 在这个月呢 特别容易要处理家里 或者是办公室的事物 比方说家人有事要处理 房子 买卖 或者是要装修 或是里面有什么要修缮的 漏水的 要处理 也可能 这个月你有 要搬家 或是旅途 有一些调整 那都要把这些内在的事情 处理好之后 你后面后续的 才能够有新的发展 但是这些事情 也都会帮助你 学到新的东西 最后呢是水瓶座 水瓶座呢 这个月有很好的学习运势 就你个人的成长 还有未来的发展是好的 但是过程可能辛苦的 比方说考试 你要一直补交很多资料 或是什么样的东西没弄好 或者是要考几次 或者是你的准备上面来讲 就很容易有出错的状况 要特别小心 如果这个月要考试的话 你可能出门要提早一点点 那同样的在工作上面来讲 沟通 特别容易有这种误会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没有 这个认识到的错误上面 也要特别留意 可是 如果你可以从这个里面 去减少你的错误率 我觉得水瓶座在这个月里面 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新的要劲 因为你会透过错误开始修正 然后拧定一个新的对未来的计划 以上就是我们针对4月的运势 给12星座的建议 希望大家在4月里面 都能够过得更顺心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